冰岛新创作出超巨大碳捕捉机器 4000公吨COR全部变石头 全球暖化加速 拥有冰川美景的冰岛在2019年失去了第一座因为气候变迁而消失的冰川 而全球自然天灾频传 更令企业们意识到投资减碳技术之必要 下文中将介绍的碳捕捉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工厂 不仅规模世界第一 更号称是对抗气候暖化的一大利器 就让我们来看看冰岛与瑞士这两家新创 怎么结合这项新兴技术与地理优势 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 冰岛一座炼石树工厂于9月8日开始运转 要吸取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将之化成岩石 这座工厂由瑞士Climeworks和冰岛Carpfix新创公司打造 取自冰岛与能源Orca 名为Orca 内含四区 每区都有两个外观类似海运货柜的金属盒子 全速运转时 每年可从空气中吸取4000公吨的二氧化碳 4000公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870辆汽车碳排放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统计 4000公吨二氧化碳相当于约870辆车的排放量 工厂先利用风扇把空气吸入内部有过滤材料的收集箱 过滤材料吸满二氧化碳后 收集箱就会关闭 并提高温度让二氧化碳释出 此时即可收集高浓度的二氧化碳气体 接住再把这些二氧化碳与水混合 在1000公尺深处注入附近的玄武岩 就可让混有水的二氧化碳石化 提倡者认为此项技术可作为对抗气候变迁的重要工具 批评者却说此技术昂贵到让人却不 可能得数十年后才能大规模运作 点击右下角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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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